最近国旅的热潮也带动了自行车 而且现在最夯的是电动自行车 这充饱电最高的里程可以达到100公里 也就是等于从台北可以骑到新竹的距离 借着售价比机车还要贵 可是近期的买气是增加了两成以上 骑程电动自行车穿梭在都会中 28寸大轮径才铝合精材质 全车重量只有19公斤 相较于一般自行车 只要花两成力气来骑 因为这台车它靠的是你只要踩踏板的时候 产生的动能来转换沉电能 所以手部就不需要长时间控制引擎增加负担 所以骑程起来还算是相当轻松 以这台越野车款来看 充饱电要3到5小时 续航里程最高能达100公里 相当于从台北骑到新竹 还有11段的变速功能 在这边的好处的话 就是它的重心分布是在中间的 所以它的操控性会比较稳定一点 而且它的马达力道也会比较大 销售部分的话都比往年再增加个一到两成 一台售价七万起跳 几乎等于一台机车价格 照样有人买单 不过如果只是纯带布 也许还能试试这一款 后脚有一点伪生纸的感觉 好 对然后往前 然后直接往前 好 街头个性滑板装上电动马达 体积小动力不减反而更方便携带 一台售价1.5万起跳 但如果你也跟我一样 还是有点惊惊可以先从入门款开始 有把守的真的相对来说比较好控制 像是这一台最高时数可以来到35公里 续航里程也有30公里左右 是现在小资组最热卖的单品之一 一个月就销了40台左右 从小朋友上课的代步到上班族 还有一些爸爸停车的需求 就是最后一滴路的需求 那还有到妈妈买菜都有 因为这些都可以加装椅子 要轻量同时还得构刚性 业者头其所好 就要真正打进消费者的心 东森的新闻红沛宇 许俊佑台北采访报道 对比较好 对比较等于 Colon